大家好,我是桑迪 今天老板突然把我叫到开了个会 说准备让我进入到诺基亚的温度斯风期的项目 我就在想那天我签让那个老外拿着一部温度斯风期那家伙 看来就是诺基亚的 那天看来几个风期敲定了 一敲定了我们这边就开始要忙起来了 那估计未来可能再过几周吧 我就会非常忙了 那温度斯风期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就是C Sharp啊 Severlight这些 目前我们其实也还设计不到C++的这个层面 但是当我们进去过后 做到一定程度了 就会得到微软的一些公开的一些东西 非公开的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深入研究温度斯风期了 好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还是在我们的Android的UI跑啊 不要先去想温度斯风期的UI了 那个UI是其实原理上能大动小异啊 那么之前我们把我们Android的UI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去讲我们Viu里面的常用的系统组件的操作讲解 为什么叫操作讲解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你嘴巴说得再好 我们也要先让你的程序跑起来 你要把这些组件先熟练的用起来 所以我们就来昆仑吞噪 先来把他们都过一遍 看看他们怎么使用 在这个使用过程中 我会给大家不少例子去练手 每一个空间要求大家都要去练一下 而且呢 我们本这个原则拿商业界面来练手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拿商业界面来练手 为了让大家能够练好这些空间 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些商业界面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空间截图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界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它 我们怎么样去做它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酷的界面 所以我基本上就按照这样的一些 商业界面的这样的一些截图 来跟大家讲解这样一些空间 当然在这个讲解过程中 大家在日常的工作中 特别是远程的学员 在日常工作中 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空间的 或者特殊界面的实现 搞不清楚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 和论坛展开一个讨论 或者你把那个图发给我 我们甚至于拿到课程上来讲解一下 都是可以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讲解 我们这个系统空间的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本的知其然 而知其所以然的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要求大家 在看每一个空间的时候 都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首先界面如何呈现出来的 第二在这个界面里头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件 这个事件是如何 是如何给它实现的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都讲了 实际上我们说 在Android里去掉 去掉我们的trackboard 也就五项按钮的这个事件 我们只有两大事件 对不对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key 对不对 跟key相关的event 另外就是touch相关的event 所以我们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事件 你都要给我讲 想一想 甚至于给我讲一讲 告诉我 基于那两大事件 属于哪一类 而且如果要你去实现 你怎么把实现出来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些概念 好 那言归正传 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间 大家看我们在讲解空间的使用的时候 分了这样的一些类 这些类是怎么分的呢 这样的分类 可能大家有点不习惯 特别是大家看到 现在网上大家都是一下子把 这些常用空间 一下几成一堆给大家讲了就了事了 那我是什么呢 我也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的equips adt 它要把空间来进行一个分类 那既然它分了类 我们就按照它的来讲 我们来打开adt的这个设计工具 好慢 我们看 它在这里分了这样的一些类 一个是form widget 表示窗体小插件 还有我们text field 跟文本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文本相关的 虽然这么多 说白了就是一个ended text 所以这些内容我不会一个一个去讲解 都是ended text 还有我们的layout 跟布局相关的 还有我们compose 复杂空间 一些复合空间 一些复合空间 什么叫复合空间呢 就是由多个普通的 简单的空间构成的 这叫复合空间 还有我们图像和媒体相关的 还有我们日期和时间相关的 还有我们在切换效果 转换的时候 这样相关的 比方说我们 很多时候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来实现这个图片的这种切换 对不对 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级空间 这些高级空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当作自定义内容 或者我们直接编码 比方 view 这些都是高级空间 还有用到的一些什么呢 一些特殊的一些view 看到没有 但这些特殊的view的话 我们就不用它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 可以不用它 等真正用到了 我们再说 而且还有这里头呢 除了什么呢 这里头实际上 大家以后知道 在我们自定义了空间之后 它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这个 game control robot view 这个就是我写的 就我们的自定义 自定义主件 它会跑到这来 所以我就会结合在前面 这几个类 去掉这个 我们把从这以上 advance和这个custom 自定义 这个我们不看 transaction transaction transaction往上的 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个分类 来跟大家去讲解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form widget form widget里面 有哪些空间呢 有textview button tugbutton checkbox radio 还有checktextbox checktextview 还有spinner progressbar checkbar 那这么多的内容 我们其实首先应该知道 它们每一个是干嘛用的 但是它既然归到这个类别 我们就知道 它应该是我们界面构成的 最简单的一类空间 对不对 也是很有可能是最常用的一类空间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开始来分析一下 它们的一些用法 那么在这里 我还有一个约定 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组件的时候 除了一些特殊的组件 special的一些组件 哪些特殊的组件呢 除了一些特殊的组件 我会跟大家花大精力去分析 去分析和去讲解它使用 大部分组件 我们会讲完它的用法 表示 因为我说了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事实上我们要有一个心态 我们没有必要去掌握这里面 所有的属性 所有的方法 甚至于所有的用法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实现一个界面效果 我们用多个空间都可以去实现 并不是说必须得是这个空间 你比方说我们一个工具栏 我可以用action bar 去实现的 实际上我也可以用什么 我也可以用一个radio radio group 代radio button去实现的 这个实现方式是很多的 关键你还是要牢记 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view啊 undraw啊 就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要牢记 那么哪些是我们特殊的呢 第一个就是textview 那你说textview是特殊的 是不是特别简单的 事实上错了 textview是特别复杂的一个空间 你不信啊 待会给你演示一下 textview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空间 而且我们后面的看到很多的 包括我们button啊 包括很多的edit text呢 全部都是继承于我们textview 都是继承于它来的 而且里面代码反而不太多 所以textview挖好了 其实你以后自定义空间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一些优势 另外我们也觉得textview 不就设置一下文本吗 好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界面 告诉我这个界面 要是你来做 怎么去实现它 除了textview之外 这是我们的listview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gridview 这些空间都是比较 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空间 我们要把它们用好 要画的精力相对较多一点 其他的像什么button 我们就不花太多精力了 button checkbox 我们都不花太多精力 而且我们把textview玩好 我们就能够掌握到很多的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呢 第一 为什么要玩好textview textview是很多的 很多空间的 积累 base class 不一定是parent class 因为它有可能是间接继承于它的 所以至少是base class 第二 textview里面的很多的公用属性 很多公用属性 实际上是我们view里面最基本的属性 而且我们可以还可以通过textview来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view里面的这些通通的属性 这样子你以后再去看不同的组件的时候 由于很多的组件是继承于它的 你只需要去看扩展就行 只需要去看扩展部分 好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来学习一下我们的textview 第一个空间 也是number one 也是第一个重要的空间 也是第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也说了 我们也要通过textview到时候去研究一下通用属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商业界面 大家肯定很纳闷 textview有什么好玩的 桑迪你是不是凑时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个 好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怎么给它实现 这是第一 第二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怎么给它实现 这是我们的短信 对不对 大家都比较清楚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然后这里头有的时候还有图片 图片还要和文字夹带在一起 那么这个是怎么弄呢 这个是一段文本 一段文本 就文本里头夹带的一张图片 对不对 这个图片可能是来自于网上 也有可能来自于你的客户端 这有一个链接 你说链接还不容易 但问题是这个链接点了过后 是启动你自己的activity 这个链接点了之后 是启动大家自己的activity 可不是什么 可不是什么去拨电话呀 什么的那些内容 好 我们先记着就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最后要教大家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包括接到textview 还要设计设计设计一些背景色啊 什么的 好 那我们先记着这个商业界面 那现在我们先没办法 那个view的通用属性太多了 我们先来看看view的通用属性 既然view是所有空间的积累 我们看一下view的通用属性 搜一下view这个来 这样网速舒服多了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就拿xml的这个属性来看 有这样做的一些属性 我电脑有问题 反应很迟钝的 半天没反应过来 再说一点 我们看一下 什么alpha background 它后面有解释 有解释 clickable content description 说catch quality 等等等等 我们如果英文好的话 大家是不是可以通过字面 首先去理解一下 对不对 而且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这个 这个要求 不要求大家背啊 大家别说三点一了 你一上来就要求我们背个东西 我要求大家通读一遍 然后脑海里有个印象 一定要理解 他们的一个 先通读一遍 他们这样一个公用属性有哪些 这样子以后我们看到的时候 对新出来的空间的新的属性 我们就一目了然 所以要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印象 哪些是布局的 哪些是呈现它自身的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到网上 因为我知道网上有人专门翻译这个 我这里就下了一个文档 我们就不看英文的了 他说我中文不好 我中文好 我英文不好怎么办 到网上我下了一个文档 他是专门翻译他的这个API的 专门翻译API的 我不知道 我就在百度上搜了一下 他没翻译完 我只是吓到了 他关于Vichit这块的翻译 那么在这块内容 实际上我们用TextView 因为TextView里头 大部分属性 就是我们View的一个属性 当然他也加了不少 那么我们就以TextView 为我们一个基本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属性 我们来一起把它简单的看一下 要求还是这句话 不要死尽被 要求大家 在英文单词的基础上去理解 当我们用到了 你能想起来 大概有这个属性 你哪怕记不住 它的名字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回过来查 对不对 通路一遍要有个印象 我们看一下 Altlink是设置 是否当前文本 为URL链接 这个意思呢 就是 比方说 你的一段文本描述里面 有那个ATDP啊 这些 那么它就会变成那种 Link的那种模式 Altotext 自动完成 就自动的文本 有没有那些拼写提示啊 什么的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后面的一些空间 对不对 还有Buffer Type 它说是 取得了文本类型 取得了文本类型 还有就是我们的 这个 关于 Capitalize capitalize 设置英文字母 大小写类型 然后这个 Cost of Visible 光标的隐藏和显示 Digital 设置字符的显示 实际上 这个 实际上 作用不是特别大 大家想象一下 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你看 包括光标的可见性 我们想一下 包括什么设置 它是否是字符 还有后面 我们是否是 Password 就是不是在我们 那个地方 在我们的 AditText里 用的标志 那么这些属性 放在这干嘛呢 我告诉大家 没什么用 等着给 那个AditText 继承用 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TextView 是个复杂的东西 它为什么不放在 那个AditText里 这边 就是事情 对不对 好 Joyable Bottom 这个容易理解 那么Joyable 我们已经给大家 讲过Joyable对象了 它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在它的下方 去画一个Joyable对象 那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在这个TextView 的下方 去画个图片 对不对 Left 同理嘛 Button Left Button Left Right 和Top 这不就都了解了吗 四面八方 这个是Padding 我们学过HTML 都知道 一见到Padding 就是间隔嘛 就是我们当前 Text文本和要画图片 之间的间隔设置 Editable 是否可以编辑 这里也没用 所以我说这个TextView 它这里也解释了 我们这个AditText 你怎么编辑 这个TextView 你怎么编辑 不要编辑 所以也是在我们的TextView 里面的 Editor Extra 额外的一些输入成本 还有这个 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什么 这个单词 是不是省略号的意思 省略 就是当我们的文字过长的时候 昨天是不是给大家演示过一个例子 就我们看到的 我当时是 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是会换行 还记得吧 默认情况下换行 但是我给它设成Single Line 它显示不下了 就是我们昨天做那个NightPatch的时候 显示不下了 它是不是后面就打了省略号 对 这个就是那个省略号 然后里面有几个设置 是省略号是在Start 是在开头呢 还是在End 结尾 昨天我们默认的是不是在End 或者在中间 或者是什么呢 Macro Macro是我们跑马灯的意思 或者我们省略号是以跑马灯形式存在 这个我们就想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个跑马灯效果 所以多么复杂的效果 我们都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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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